很多媽媽都說 疑孕會傻三年 這好像是 就是會得到一種 就是媽媽腦的這個症狀 因為他們在生產過程中 整個生理狀況好像重新調了一次 有一些說法是說 有一些什麼可能體內的激素 分泌的肥菌 或者是睡眠質量下降 會讓媽媽產生那種 認知能力方面的一些問題 是這樣嗎 對不對 媽媽今天有三個 亂說 亂說 這個症狀是可以恢復的 可是會累積嗎 比方說你有三個的話 會不會來個 約來約傻 因為我傻的速度很快 原本人家應該是這樣 但我大概到這樣 就吐 就這樣了 可是這個是真實 你們覺得真的會傷嗎 是 因為在懷孕的過程 本來你的血液 就是往肚子裡面衝的 對 所以在小朋友一出來之後 你太多事情要重視 所以就變成 你會忘記很多很多的事情 一下子變突然太多事情要處理 對 尤其是會變得很焦慮 也會很焦躁 那何宇文是已經夠躁育了 我以前是很平衡的 我以前是Yoga教授 Yoga教授 我只是問他現在是Yoga教授 那個學生 Yoga學生 我已經忘記妳之前的狀態 跟現在有孩子 我其實以前算是一個動作蠻快 蠻敏捷的人 而且最重要的是我就是記性好 剛尤其是誰欠我錢 我欠別人誰錢 然後還有就是數字 電話 我都記得滿清楚的 但是我接下來分享這個故事 是非常嚴重的 這牽扯到 可能要跑士林地方法院 換法了 因為今天有一個重點 子晨 妳旁邊有一個板子 就是我們今天 你們分享 各位分享完故事 我們就會判斷說 妳是這些哪一項 我們就幫妳貼個名字 最快Bingo的 我們會有禮物送給妳 是真的禮物嗎 真的禮物 我還沒有找到 妳送一張卡片給我 我會高興 沒有 是真的禮物可以用的 真的有 真的假的 今天看誰先連線 好不好 妳先來說說 我剛剛講這個 就是我真的 就是大概不久以前 一個月以前 因為胰孕灑三年 我老二才兩歲 剛好還在這段時間 就是話說我最好的朋友 現在已經變成小林法郎了 為什麼 因為媽媽就是去洗個頭 是最放鬆的時候 小確幸 對 所以我照往常 又那天下午沒有工作 走進小林法郎 一走進去的時候 剛好你們電話響了 我製作人家要Re通告 你們是大排節目 你們要Re通告 我哪敢洗頭 我這時候走進去 我就說 沒有... 我們睡喊的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隨便Re一Re就好了 要Re通告這種事情 就是工作 我走進去看到法郎的人 我就跟他拾眼色說 因為我跟他們很熟 我直接走到法郎的後門 就是他們員工休息區 我就開始講 講一講 那髮型師衝進來 他就跟我說 有人找你 我就說有人找我 你知道 因為呢 我的美貌在我們 臨裡算是出名的 就是說 然後自己講 已經快笑出來了 就自己講 前三名友 前三名友 就是常常會有人過來問我說 怎麼保養身材一點 我四十幾歲這樣還OK吧 我就想說 那一定是我粉絲 為什麼有人要找我呢 我就直接跟他說 我粉絲 你待會兒跟他 就是跟他說我在講話 待會兒我就出去了 然後我就繼續Re通告 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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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半 他衝進來說 不行 看起來很嚴重 我就說 可是我在講工作啊 那我不可能掛製作人電話嗎 誰敢對不對 那我當然就說 我就說 那你加留言給我 好 我就繼續ReReRe Re完之後我就把電話掛掉 我走出去的時候 整個髮廊看起來超凝重 然後我的髮型師就這樣 走向我拿了一個紙條 他說何小姐 那個客人臉色凝重的走開了 然後他吹完頭髮要走了嘛 然後留了這封信給你 打開洋洋沙沙 寫說何小姐 我是叉叉餐廳的誰誰誰 自從你今年三月一別 你吃飯帶著小孩說沒帶錢 到現在已經12月了 你都還沒再來過 NO 三月到現在 他說請你 獻你 今天打洋錢 過來把餘款付金 你忘了這件事 對 這個有點誇張 很糗耶 重點是 他就寫說 請你就是今晚打洋錢 一定要來付清 你是警告喊的那種 然後最重要的是 全曉陵法王的人 都知道這件事嗎 因為我剛剛就說 不只曉陵法王 還有那個媽媽門你知道嗎 去洗頭的媽媽門 大家都知道 對 請問大家 我壓力超大的 一傳百 對 就是現在全部鄰里的人 OK 對 我很緊張 但是事後我就一直想 一直想 我想到了 就真的好像有一次 我帶小孩子去買外賣 但那一天 我就真的身上錢不夠 然後你知道 跟小孩一起買東西 就很煩 他沒有辦法等的 他就一直跑一直跑 我想說要去領錢或什麼的 沒有那麼 你會覺得隔地就有提款機 但是你帶著兩三歲的小孩 沒有像你想的那麼簡單的 對 小孩子有時候 他會把你銀行帳號的密碼 都講出來你知道嗎 這算聰明耶 對 他就說 媽媽我最近背得很清楚 帳號123456 然後就這樣 後面一排人都聽到了 所以我不喜歡帶小孩子去領錢 沒錢我就跟他說 我是賀宇文你知道吧 我不可能會走啊 要不要你 要不要你 我賀宇文你知道嗎 你賀宇文 對 我告訴你 這一張很好用 我就這樣用 那我就說 我過幾天來還你 我就住這附近 你也看過我 我也來吃過 對啊 但他也好好的 他也看起來就 沒想到我從此一別 因為他就寫 從此一別你再也沒來過 然後我就想 天啊 因為這感覺就是 這個事情再不去付錢 就要公開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現在馬上去付錢 就掏開皮夾 又只有兩百 然後又帶著我的小孩 這時候我借力十利 我跟小林法郎的人借一千 去玩這個餐廳了 哇 工場補師場對不對 對 然後改欠小林法 這張卡 你卡 養卡 對 對 然後我現在 我現在目前就是欠的是小林的 已經不是那個餐廳了 妳還記得這件事 什麼打的太 就是妳錢還掉了嗎 小林嗎 沒關係 因為我頭髮總會臭 那個去的機會比餐廳大很多 妳會不會記錯 其實妳是欠曼圖 不是小林 對啊 還是日式威廉 不是 是查理 查理 所以我告訴妳 我在這邊呼籲 如果我有不小心 亮出我的名號 沒有帶錢的商家 請妳可以私訊我 拜託 我會很認真思考 電視 我覺得她就是因為不是故意的 所以她其實現在這個 我覺得還滿不錯的 就是當她付了錢 她肯定說 我是沒給妳錢 馬上再偷 昨天多少多少 所以妳可以現在都兩筆 我現在都立刻不及 這個是完全是記憶力的 純純的 記憶力 真的 而且妳帶著小孩 妳更容易忘記 這個算 對 這個就記憶力衰退 三月三 四 十六 七 八 九 十四 九個月 要等你九個月了 對 我決定連吃一個禮拜 妳的餐廳 要給錢 店家還不好開口 妳做餐飲 這種老客人或街訪 而且重點是欠不多 她又不是欠很多的 用一點點 有時候覺得這樣一句 這是記憶力的問題 對 那我個人 其實因為我其實算是 體力還滿好的 像在還沒結婚前 其實我真的可以 三天三夜不睡覺 就是去玩 去玩 去玩這樣 可是現在 玩什麼 就是不管 三天三夜 我可以打麻將 然後可以跟朋友 可能去唱歌 唱歌 然後做 對 就類似像這樣 就可以 真的可以玩 就起來 甚至連沒睡的時候 就再去玩 打完麻將到早上 然後起來後 就早上到早上 不累 不累 就早上再去玩 她經歷很好 對 我其實經歷還滿旺盛 可是我現在體力 是真的變得 生完我兒子後 體力有變差 就是 我現在最累的時候 就是剛剛現在這個時候 我八九點就哈欠連點 真的 這個時候我一定要 先稍微小睡一下 密一下 對 我一定要密一下 當午覺 就當人家的 對 就是人家所謂 下午睡 你知道晚上在跑趴的人 就是八九點都要睡一下 睡一下 真的 10點後我精神就來了 整個凌晨的行程 好適合 真的 可是我就是八九點 這時候是最 就是最想睡覺的時候 每天都這樣 所以那時候 反正我現在就是覺得我 就是要嘛不睡 睡下去其實就有點蠻試睡的 就是可能 有的時候一天 一個禮拜 我大概要花一整天的時間 要睡到下午 我覺得才會飽 所以有一次是我跟我老公 還有沒有要 就是帶小孩 我們要一起去日本玩 已經講好了 可是因為他們 因為我前天有工作 所以我人在台北 他們從台中出發 我從台北出發 所以我們是約在機場見 可是你知道我就睡過頭 他們打了 因為你知道我睡覺 不會開 手機不會開響聲的 都是開那個 我連震動都沒有開 就是完全是不要讓他吵到我 所以他們至少打了30幾通 我沒有接到 然後我老公 可是我老公他們也蠻狠的 也沒有說想要說等我 他們就自己走了 然後就在我的手機留言說 打了這麼多通電話 你都沒接 可見得你一定睡過頭了 那我們就先過去了 你再過來吧 想我再過來吧 那我的機會已經過了 那我老公做旅行社 怎麼沒有主動就幫我去 延後或是幹嘛 瞧那個位子 他也沒理我 其實那時候我還是在睡 其實有人補你的胃了 他Call了另外一個阿姨去 對不起 我是說阿姨去幫忙 不是 沒有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你知道嗎 後來還是我們家那打掃阿姨 她在台中把台中家打掃完 她回到台北的時候 看我在家說 媽 你怎麼還在睡覺 他們都走了 你怎麼還在家裡 你知道 然後我老婆叫醒 我就跳起來想說 那我就去坐晚班機好了 可是晚班機的時候 那個位置是滿的 所以我等於也白跑 我就只能坐隔天的班機 等於說再去喬隔天的位置 少玩一天 等於你兒子這樣會覺得很失去 媽媽怎麼那麼愛睡 還睡過頭 我覺得我們家小孩很奇怪 他們都不會覺得怎麼樣 習慣了 也有可能 而且媽媽會在門口寫說 十二點以前不要進我房間 對 會寫嗎 妳會寫真的 我們剛剛又會說 媽 我想被打扰 她說出去 十二點以前不要進來 這個應該就是體力方面 打太累了 這就昏塵倦袋 對 沒有睡覺都會昏塵 太累了 我覺得是懷孕期間會 更愛睡 對 懷孕期間 真的是吃一吃 然後就會想睡覺那種 對 前三個月非常 對 小朋友很小的時候 所以她這個是有點倦袋感 對 倦袋感 我自己是 腦筋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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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腦筋 腦筋 我跟你講 捏了一線 注意力分散四圍十圍 反應慢慢拍 來 剛剛 這個瞬間都有發生 我的狀況是 我在結婚 我在懷孕之前 我的不需要任何的 就是記事本 然後也不需要手機 我可以同時間 記我老公的行程 跟我自己的行程 然後出去外面 我雖然左右不分 但是我方向感超好 所以其實我只要下到停車場 我其實知道我的車 大概往左彎幾格 像那種101樓下 其實她停車是非常難聽的 對 因為她的位置很亂 但我只要下去 左轉幾個彎 右轉幾個彎 其實我會記住 然後我老公 其實在我們談戀愛的時候 他還是要用 他要拍地上那個號碼 然後我就說你都要拍號碼 那很好記 看 第一個看顏色 因為每一個樓層 他給的顏色不一樣 顏色記住了 你大概知道你左轉幾個彎 右轉幾個彎 你就知道了 對 好了 報應來了 在我生完三個之後 對 接二連三的三次傷害之後 就在今年年初發生的 我自己到信義區那邊去拿衣服 然後我就把車子停在一間 我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一個館的樓下 那邊三越很多 那邊好多 微風也好幾個 我跟你講我停下去的時候 我還告訴我自己說 因為這是單行道 所以非常好記 它就是一個地方就下去了 我停下去之後 我就走走走走走 因為不是在同一棟 所以我出來之後還過了天橋 然後去拿了衣服 拿完衣服之後呢 我就 我跟你講已經開始 我拿完衣服之後呢 然後我就想說 我好像有開車 這個有點誇張 就在大概兩 兩個多小時 三個小時 就這樣一瞬間而已 我就想說 我好像有開車 然後我那時候也沒有想到 要找鑰匙這件事情 我先找硬幣 我想說沒有硬幣 就代表沒有開車 妳要用這個來證明 硬幣找不到 因為我忘記硬幣放哪裡 代幣啦 對 小代幣 我忘記放哪裡 所以我就覺得 應該是沒有開車 但是當我走到一樓 要往大門走出去的時候 我停住了 因為我覺得 這門有點陌生 因為我進來的時候 不是從這個門進來的 所以一切的感覺 就像被MIB掃到一樣 你瞬間那個記憶是完全沒有的 那一瞬間記憶是完全沒有 怎麼會這樣 如果有事物的感覺 對 你就覺得 是做夢嗎 穿越了 但那時候就覺得不可能 因為我是工作完 過來拿衣服的 我工作的時候一定是開車 我不可能會坐捷運 也不可能坐計程車 所以我就非常清楚 一定有鑰匙在我的包包裡面 我就花了很多 立即找出來鑰匙之後 因為鑰匙實在太小一串 我就找到了 找到完之後我就想說 快點去找車子 一轉身 停在哪一個管 我還在崩潰 崩潰 因為硬幣找不到 然後只有鑰匙 然後我也忘記 我停在哪一個管 越來越急 所以很急 然後我在那一時間 我就先想說 沒有時間了 因為我已經過了兩三個小時 要接小朋友 然後我老公在家裡面等我 我就跟老公講說 老公 我跟妳講 我現在找不到車子了 妳如果同一時間妳可以的話 麻煩妳先把車子開過來 因為太多管 我也不知道從哪裡開始找 我希望是 他可以幫我搜尋一個管 然後我從第二個管 第三個管開始找 因為他開車他可能比較快 結果 電話講那一頭 他可能以為我的車被拖掉 或者是被偷了 所以他不知道 到底發生什麼狀況 他從新店趕過來非常著急 後來好不容易硬幣找到了 對 我就想說 他沒有寫哪一個管 沒有 一定沒有寫哪一個管 但是你可以一一到 他們的一樓服務處去問 這個硬幣是不是在你們管 他們可以逼 就逼完之後 知道說這個磁扣是不是 所以我試了兩個管之後 終於在第二個管 找到了是在這個管裡面 然後下去了之後 我老公已經來了 我就說我在B1等你 但我現在不知道在B1 B2 B3還是B4 所以我走1 2 你走3 4 所以我們就在裡面 大概繞了一個小時 他上來你下去 對 他開車繞 然後我走路繞 因為我的那個按鈕不是 我的按鈕不會叫 所以我要一個一個一個找 一個一個一個按 最後找到車 總共幾個小時過去了 一個半 還好多花了大概200塊 他花200塊 但我不知道我花多少錢 對 他出去的時候 是花200塊 因為那個3月的話 應該是一個小時100 對 對 然後他出去的時候 他就說 你為什麼下次又不是 乾脆坐計程車來就好了 我說 我怎麼知道我到底怎麼來的 你還要耍脾氣 不是 體諒一下嘛 我也不想笨啊 對啊 所以這應該算是記憶力吧 記憶力摔退 記憶力摔退 這很正常 我還有曾經開到體頂大道上面 然後煞車這樣 然後好險後面沒有車 然後我叫的時候 我想說幹嘛叫啊 因為我忘記我要去哪裡 那你不是說 開上橋才忘記去哪裡 你開上體頂 因為這附近很多 很多 不是 很多電視台 你會忘記你到底是要 下這個位還是往這邊位走 你上去之後你會 因為內湖這邊很多電視台 對 你會問哪一場 會不會有一天 我是誰 不會啦 不會 不會 但是真的就會常常 我以前真的不會 完全不會 記憶力摔退 記憶力很可怕 真的 就是沒孩子的時候 真的不會發生 真的不可能 不可能 我跟你們講 就是像我老婆 也是有發生過這種狀況 以前我家是有B1到B2 到B3的停車位 她都可以停錯車位 然後 停鄰居 她就是 我在B2她停到B3去 這也會 但是有一次 真的讓我覺得神扯的事情 也是一樣找不到車 我真的被她打敗 我出外景回來 回來的隔一天我們要 就是我帶著她跟小孩 要一起出去 就是出去玩 那等到要出門的時候 去我的停車會發現 怎麼沒有車 我說老婆 你把車開去哪裡停 還是停錯了 她說沒有 然後我就去 想說她已經有 過去的這個經驗 有前科 我就去找一找 沒有找到 然後我就想說奇怪 她說怎麼可能 怎麼沒有車 該不會被偷了吧 我說我們現在 在大樓的地下室 這樣被偷 那這個小偷也太厲害了吧 後來我就真的 覺得受不了 我就跑去問大樓管理員 然後我請她 調那個監視畫面 有那個監視機在拍的畫面 然後我就調 就調出來 那個管理員跟我講說 這兩三天你的車都不在 都不在 我想怎麼可能不在 該不會真的被偷了吧 你再看一下 因為我在想說 我正要猶豫要不要報警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個管理員 他把檔案直接叫很多天了 就直接叫出來一看 他說這一天車在 然後後面我是看到你老婆 把車開出去 有去無回這樣子 我就馬上打電話叫老婆下來 你下來... 是你開出去的 那你是開去哪 他才 他上 他一個禮拜前 他跟他朋友約去逛百貨公司 然後他帶著小孩 把車都開到那邊去 地下停車場都停好了 他想起來了 因為那一天他是坐計程車回家的 他忘了 他完全忘 而且他... 你知道他跟他朋友約了嗎 有可能 這個超可能 買的東西又帶小孩 一個禮拜車支 一個禮拜 然後他那時候就是朋友想說 你東西好多 我幫你拿 走 我們去坐車 然後就帶著他 去樓下坐計程車 幫你放上車 同學還幫你造車 結帳那個停車費多少錢 七千多 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 七千是給你五千五就可以了 一千多很誇張 這個時候還不能多話 因為老婆要更小燈熊 沒有 經理不能怪老婆 這時候你們會生氣 真的不能怪老婆 因為她平常沒有在開車 平常開車的是你 對 都是我開 對啊 所以她沒有開車的習慣 你這什麼合理話說 沒有 這本來就是 有鬼嗎 你這是 你這時候只能讓老婆就是 對 女生會更小燈熊 會惱羞 對 這個是一種傷害 就如果男生再多講兩句話 你們就要建議 因為她建立法會 她自己也不想這樣 這時候我如果再唸她 會給她很大的壓力 真的 很可憐 對 懷孕真的超便宜 其實就 我就默默很快離開 可以打個折嗎這樣子 看可不可以把車開折 你打個桶邊 抱一下仗也好 這個也算是記憶力衰退的 記憶力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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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主要就是這個問題 這個應該是第一個吧 第一個 但我接下來有一個 我覺得跟記憶力沒有什麼關係 好像是 感覺是反應還是邏輯的 就是 這也是發生在前一陣子的事 就是因為你知道媽媽很可憐 其實很少出去逛街 當然現在有很好的方法就是網購 尤其是郁寒代購 美加代購 歐美代購 我就很愛 我就加很多群組 所以我有很多幫我代購的商家 因為我上電視要穿漂漂 然後我出去在鄰里之間 又有很多粉絲 後來問我穿著的打扮 跟保養的 對 好 那有一天我就看到群組 就傳一個 那個就是秋冬最新的什麼 我就說這件不錯 滿適合我韓貨 我正韓 然後多少錢 他說兩千 我想說 我待會有匯款給你 好 我待會就去ATM 我去我們家樓下ATM 但你知道嗎 我這個人以前反應是很機靈的 ATM上是有這個的 大家知道嗎 兩個零 兩個零 一個零 對不對 那兩千 我就想說 那我就按兩個零 再按一次一個零 我就轉兩千對不對 因為要不然要零零零 要三次 我就想 我就是兩次 解決 這是藍嗎 沒有 這是反應零零的人 我就按兩次 轉過去了 轉過去 到了月底 我們家的賬有一些出入了 竟然不翼而非兩萬塊 妳按了兩次 沒錯 兩個兩個零 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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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時候我沒有發現 我一直以為我被車手小額倒刷 因為你知道 他們倒刷就是不會給你刷很大 就是一兩萬 一兩萬 然後我就一直覺得我被倒刷 或是我老公偷買什麼東西 還是怎麼樣 我就一直查一查 查到我的皮夾 終於我找到一個 轉上單式明細表 是兩萬 就代表是我自己弄的 對 我告訴妳 我衣服拿到錢匯過去 那個商家也沒在對賬 我還想說 這是我買的衣服 我匯了兩萬 他這兩千 我才LINE給他說 我那天匯兩萬給妳 到底有沒有查 他說我那個客人很多 我還沒有對賬 沒有查 然後妳知道我的損失是什麼 他說 小可幫老公敲通告 阿斌去到現場卻發生這件事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那個通告 我是帶來賓嗎 然後我就說 他沒有這樣講 他說那我要準備什麼歌嗎 我說他也沒有 叫你準備歌 就叫你去而已 就說猜歌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幫我問一下 那我來到底要幹嘛 我就看我跟那個人的 APP的對話紀錄 大概過了30秒不到吧 我就說 他後來說你趕快回來 你趕快回來 然後我就說 我是記錯 他是下個禮拜的 Oh my God 然後你知道我的損失是什麼 他說沒關係 但我也不用轉回來給你 我們就累積著 下次扣款消費 當扣子 預購 當儲值 對 儲值 關注生意就會這樣搞 對 他就直接也沒退刷 一千 一萬八給我 對 你還有一萬八的扣打 對 那我就白白損失 不是損失 就是你等於多付了 預繳在那邊 對啊 這其實 這很少 他可以選擇真的不退還你 甚至不給你一萬八 因為是你自己的過錯 對啊 可是沒有你有名戲 通常店家很熟的 不可能這樣 而且我何宇文 他怎麼會這樣對我 我發現他很愛說 我何宇文 我何宇文 人的姿態 對 人的國際巨星的姿態 這是 老藝人的姿勢 是 這應該是 數學的邏輯的方面 對 我就好像就是 數字 這邊有 有 你快要 你快要連線的 你在一個理解能力弱 沒關係 理解能力弱 感覺小可就是會比我弱一點 沒有 他一定有這種故事 數學邏輯差 你有嗎 你有這種ㄎ的嗎 我在裡面算是 我現在可怕的是什麼 連自己笨的事情 都記不起來 這是一件很可憐的事情 超級可憐 真的很可憐 因為我以前就是 不用記事本 也不用手機寄通告的 所以一直以來 我有自信就是我 給我老公發的通告 是非常準確 有一天 因為那時候 我老公其實沒有經濟約 所以大部分大家找他 就是透過我 然後來問 對 我就跟他講說 可以啊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你明天例如說 明天禮拜二 有什麼什麼通告 在這邊 那那個時候他到了 友台去台視那邊去 那台視錄影的影很少 綜藝的通告很少 然後他去了之後 他就坐下來 Ben哥 大家看到他 因為他有一陣子 沒有就是出來綜藝了 在那個時候 剛回來的時候 對 所以他就坐下來 有點生疏 然後也沒有經紀人 所以他就坐下來就化妝 大家看到他 然後他就畫 然後大家就說 Ben哥你今天是大來賓嗎 然後他就說 不是啊 我也不知道 是唱歌那個節目 對 他就說 我也不知道第一次來這樣子 然後他就說 他就說 那我看一下今天的有誰這樣 他就看一下說 沒有我的名字 對 超尷尬 他畫完了 然後沒有我的名字 然後他就想說 越看越不對 他就打電話給我 他就說 那個通告 他就說 我是帶來賓嗎 然後我就說 他沒有這樣講 他說那我要準備什麼歌嗎 我說他也沒有 他也沒有叫你準備歌 就叫你去而已 就說猜歌這樣 然後他就說 那你幫我問一下 那我來到底要幹嘛 我就說 好 我幫你問一下 然後我就看 我跟那個人的APP的對話紀錄 大概過了30秒不到吧 我就說 他說 我是 記錯 他是下個禮拜的 我的天啊 他得先去適應場地 自己得是快餐 他攀錦啦 完妝 完妝回來 然後我就說 回來的時候 可以幫我到哪裡 先去買一個便當 回來便當的時候 真祕 是不是忍啊 從電視台拿兩個走嘛 對不對 那種自由單位 萬一就覺得 你怎麼這樣 對啊 但還好啦 就是大家也知道 下禮拜他真的有樣子 對 下禮拜他就來 他自己還調侃自己說 我上禮拜是走錯 但他說他離開的時候很糗 因為他離開的時候他就說 我先去買個咖啡 等會兒再回來 然後 就把咖啡 大家也沒有來一個咖啡 對 康倫是製作單位還在那邊等 我還沒變還沒來 很尷尬 很尷尬耶 在思維方面對不對 思維 這應該算嗎 思維 我覺得有可能是 中簡單 你這一個丟三拉絲 你也能放在 我沒有個丟三拉絲 他拚兩邊耶 小可的勝算太大 他這個如果再中的話 小可也中 沒有 還有 沒有啦 他只能丟三拉絲 V4 快點 加油 甄莉姐 靠你了 好緊張 但我覺得我還沒懷孕 我覺得我已經開始有點 你有嗎 因為我有 你是太忙 我有戴手錶的習慣 然後我這次是戴電子 我之前會戴那種就是 使針 紛針的一種 然後我就戴了 然後出門要來錄影 我還非常清楚 我今天要來錄影 然後因為我平常都是 大概八點半 或是八點會起床 然後我就一直化妝化妝 然後又看人家手錶 哎呀 怎麼辦 已經九點半了 要趕快出門了 然後就嘟嘟 然後就跳上車 開開開 到了停好車 然後我看一下時間 車上不是有顯示時間嗎 嗯 怎麼才九點半啊 我出門不是九點半嗎 怎麼現在還是九點半啊 我想說 我是到了精神時光屋 還是怎麼樣嗎 就一看 我手錶戴反了 所以我看到時間的時候是九點 他整個這樣轉過來 我還化得那麼趕 然後出門到攝影棚 怎麼還是九點半 戴錯錶那個會扣的地方 硬扣啊 你覺得應該怎麼那麼卡 奇怪不太好弄這樣子 對 可是要恭喜你 因為這樣子你以後懷孕的時候 你不會太難過 不會差太多 對 因為你這條路已經走過了 對 就習慣了 這什麼歪路 真的 不然我們都很難過一陣子 我再講一個 我真的覺得 這個故事也跟我出原本有關 這次我是去拍戲 那時候我去了幾天之後 那剛好我要回來那天是禮拜天 那禮拜六那一天呢 我老婆帶著小孩跟我岳父岳母 他們去宜蘭兩天一夜 所以他禮拜六就出門 那我禮拜天 那時候收工回到台北的時候 回到家的時候是禮拜六 禮拜天的中午 禮拜天中午到家了 我門才打開 然後想說在拖鞋子 我就聽到裡面有水聲 我聽到有水聲 我聽到有水聲 我心想 小王 他們不是 小孩 不是 洗澡水 鴛鴦吸水 鴛鴦吸水 鴛鴦 你老婆回來了 這種事跟一孕奔三年紀 有什麼關係 是誰 你會心裡的 你忘記他結婚了 我忘記他結婚了 我忘記他結婚了 我忘記他有老公了 我們晚上在看韓劇的時候 我們都沒有結婚了 我們都沒有結婚了 真的 我心裡就覺得奇怪 他明明跟我說 禮拜天晚上他們才會回來 為什麼中午我到家的時候 裡面有水聲 我就奇怪了 你會擔心 你會心裡涼一節一休 我跟你講 我其實也沒有想到那方面去 少來 少來 有飄過 腦海也飄過 瞬間閃過是誰這樣子 好不好 但滿恐怖的 我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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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劇情 好像在我看過 是這樣 然後我就急急忙忙的 拖了行李 我就走進家裡 結果一踩進去發現 怎麼客廳 運傻到底有多呆 竟然連自己的車子都會認錯 我是找到車想說 為什麼一直打不開 我就叫那個管理員幫我叫鎖匠 鎖匠來以後 一弄半天 車主來了 小姐 我車子怎麼了嗎 我有過 我也有完全長一樣 你是車外號碼不一樣 因為有東西... 然後那個鎖匠說 我不管 我來了叫拿錢 你叫我來就是要給錢 我停路邊然後去買東西 買完之後我就要上車了 然後一開副架說說 你誰啊 我一直說對不起... 我會把車子關 因為我車停在後面 我就急急忙忙的過了行李 我就走進家裡 結果踩進去發現 怎麼客廳有水 客廳耶 更差 我就聽到那個水聲 是在陽台的水聲 然後我家的客廳有水 我馬上轉頭一看 我就衝到陽台去 陽台的水沒關 斜有在飄...飄刃的時候 我們陽台種了一些樹 我老婆常常要去澆花 趕快先把水關了 然後我打電話給我老婆 我說你知道 你知道你出門的時候 水沒有關嗎 已經淹進客廳裡了 有點累得半死 禮拜天要回來 他禮拜六中午左右出發的 到禮拜天中午 開了一天 我跟你講還好 陽台的排水還算快的 那個淹水 水雖然是淹出來 但是他洩進來的還是算慢的 你為什麼沒有扣掉 關窗戶 因為你知道嗎 他幹嘛你知道嗎 因為禮拜六 他爸媽來接他 然後小孩又在那邊亂 所以他 他太匆忙了 他的那花灑就放著 他剛好在澆一口花 要多一點水 然後急急忙忙 跑進去幫我女兒 怎麼樣弄一弄 然後就拉著去 現餐天前的當下的 只要小孩再亂 其實小孩再吵就很忙 然後他也沒有注意那個 就忘記那個水龍頭 然後接著東西帶一帶就出門 那天真的 中午就開始一直在那邊吸地板 還好我家的家具都是有繳的 就撐高的 所以我就趕快客廳 因為還沒有洩進 還沒有進房間那邊 所以我就弄到傍晚 剛好他們也回來了 那也很難用 我來聽叮咚 怎麼不是老婆 樓下就 阿布先生 誰也太瘋了 我們家在淹水 這個有可能會弄到 有可能 如果是老房子可能就下車 因為客廳不會特別做 然後你下個月收到水費單 剛好就7千 也7千 他跟7千過不去 7千 這應該算是 丟三辣四 丟三辣四 真的很誇張 東西又用來就丟在那邊 一定會 對 丟三辣四 Michelle也快Bingo了 妳這樣妳老婆沒來她也Bingo 對啊 妳上節目還可以帶禮物送給老婆 很棒 真的 這集有她的通告費嗎 好期待是誰會先Bingo 所以妳能體會這種 其實我跟你講 其實我還滿能體會 我們這幾個這些 我覺得女生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像剛剛說她找不到車 我不是 我是找到車 想說為什麼一直打不開 我就叫那個管理員幫我叫鎖匠 我說妳叫鎖匠 我這鑰匙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我就沒辦法開 鎖匠來以後 一弄半天 車主來了 小姐 我車子怎麼了嗎 我有過 我也有 完全長一樣 只是出發號碼不一樣 我也有過 然後那個鎖匠說 我不管 我來了就要拿錢 妳叫我來就是要給錢 因為 這邊硬丟的話都會壞掉 真的 那就糗了 我還要陪人家 妳知道嗎 我也有過 我有過是就是 沒有沒有 那個更尷尬 那是我停路邊 然後去買東西 買完之後我就要上車了 然後一開副駕說 妳誰啊 我一直說對不起 我會把車子關 因為我車停在後面 不是 妳打開來看的人就算 我有一次是開車門 然後就坐上去 而且坐上去還關好門時候 然後一轉頭那人說 小姐妳上錯車了 超真誠的 超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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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直打下一門我就直接說 老哥 然後我就說 老哥 我就 誰啊 就是老哥 然後就臉嚇一跳 所以妳說傳播妹妹 妳在那邊叫人家老公 然後我就 我就跟她講 我何宇文來了 你知道我自然的話 又何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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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傳播妹妹來 又何宇文 所以上錯車是基本配備 基本配備 妳是最簡單的 剛剛我以前小時候 有叫錯媽媽過 就是跟媽媽去逛外貨公司 我都喜歡就是 拉媽媽衣服這樣 這個有 我知道 拉著 然後我就看到喜歡的人 就是看一看 好可愛 然後回去沒看 然後就繼續拉著 然後那個人說 妹妹 妹妹妳媽媽在哪裡 妳相信我 妳懷孕會很舒服 對 妳真的就不用再 妳那條路走得很順 因為一直都在走 我還有就是 自己在家裡想買那個 就是想說今天來喝湯 我也是火鍋達人 最後就是熬湯 所以我都會在家裡燉湯 但是燉燉燉的時候 剛好電話響 然後公司打來說 那個就是妳可以來救火嗎 就是現在有個節目 來救火幫忙一下 我說好 你知道就掛電話 趕快換衣服 那種就出門了 還好我老公回來得早 他回來以後 然後他打電話給我說 為什麼沒有關瓦 Oh my God 你知道嗎 已經燒焦了 Oh my God 就還好燉當這種小火 不是大火 所以他就慢慢燒焦 就燒乾了 然後我就說 妳沒有關瓦斯嗎 我記得我有關 他說妳哪裡有關 妳回來好好看看妳那個 從此以後 我再也不用進廚房了 然後我老公說 我就跟我老公講說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我老公說 我覺得妳是故意 因為妳餵了以後 從此不要進廚房 妳就乾脆把那個鍋子燒焦 不過還真的不是 真的不是焦 忘記 這有可能是連鄰居都照顧 這命危險 會 氣爆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有遺痠 因為我媽也有煮過 茶葉蛋也是兩次 都把它燒乾了 然後我會想 看我肌肉了 你看 這個很危險 因為社區有這種 伯伯或者阿姨 有啊 其實真的很多 而且會三分兩次的話 這會造成鄰居會崩潰 所以我們現在那個大樓 全部都換新的那個煙霧偵測器 全部都 很敏感的 對 很敏感的 這應該也算是丟三落四 連線喔 連線喔 很差一個 是不是 請問一下一下 那我要先趕快跳脫連線 我分享一個我覺得 跟廚房好像也是有點關係的故事 剛剛是燒焦鍋子 我真的是 其實這就是 懷孕的時候就開始的 孕傻 但是呢 我自以為聰明 就是你知道我是自然產 自然產就是說 醫生跟你說頭一胎 就是從有產照到要生 會有很長的時間 所以他們其實會跟你說 有產照的時候不要緊張 要放鬆 比如說 先洗澡 先洗頭 先吃東西 因為你一生需要體力 有可能你上產台十幾個小時 對不對 好 其實我都記得 我記得我懷孕 十個月到要生那一天 凌晨六點 我還記得凌晨六點的時候 我就感覺濕濕的 破水 對 破水 然後破水的時候 我就跑到廁所 一看其實馬桶裡是血 就代表半夜去尿尿的時候 已經開始落紅了 好 但是沒有痛 所以才沒有醒 對 然後我就記得我醫生說的 不要緊張 慢慢來 然後我就把我老公叫起來 然後我說 你不要緊張 我現在應該是破水加落紅 那我說 你先去遛狗 帶狗大便一下 然後我說 我就先去洗頭洗澡 然後我老公先去遛狗 然後我就先去洗頭洗澡 回來之後我就說 可是水滴的 羊水流得滿慢的 代表它沒有大破 就是可能吃開始流 那還有時間 我說那不如我們六點 我們先來吃早餐 因為進醫院後可能 裝了監視器 他不會讓你吃早餐 我就說那 我們先吃你幫我做早餐 什麼熱個牛奶 什麼什麼 好 最後因為 我要走之前 我就說我不要喝冰的牛奶 然後我說你幫我 把它微波爐加熱 然後因為我想說 不要 孕婦就不要喝太冰了 溫溫的 然後我就把牛奶擺進微波爐 然後剩下我就先吃一些其他的蛋 火腿 麵包吃完之後 我就出門了去生產了 那杯牛奶我就遺忘在微波爐 牛奶是非常容易壞掉的 但是那時候是 9月 其實非常熱 而且不管你是9月還12月都是一樣 因為 因為從他去生產到他進家門兩個月 Oh my God 那會生虛的 但好險 我要講的是 為什麼這故事被發現 因為我先生沒有兩個月才回家 他大概一個多禮拜就回家了 因為從生 妹妹就乾了 我想說 帥喔 他進到我們家 就覺得我們家很奇怪 味道 有黃色起司的味道 好香喔 就是我們從我進月子中心 他頭兩天陪我住 住了之後 就大概離家一個多禮拜後 他總是回來整理一些東西 然後 他說 奇怪 為什麼回家有一股 黃色起司的味道 跟那個酸奶 奇怪了 找不找 片尋不找 因為生產那天也很急 我跟你講你生完小孩之後 那天什麼都忘了 他就一直找一直找 片尋不找 最後他發覺 感覺元凶在廚房 他還先翻垃圾 又沒有倒垃圾什麼 沒有 最後 然後他就覺得 從微波爐傳來 正正的 酸奶的味道 好噁喔 他打開來一看 哇賽 真的 凝固的一塊一塊 上面結著煤 然後一點一點的 就真的像Blue Cheese 只是是壞掉的 還好沒有吃 沒有... 因為才一個多禮拜 然後從此 他看到那個微波爐 就想吐 這個應該算是什麼 這是記性嗎 這就是理解利弱 就可以連線 這不是理解利 對... 這不是理解利 你不要硬 你不要硬砍脫 這個跟理解利沒有關 這跟是理解利弱 這丟三拉絲 丟三拉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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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可能 拚兩條 拚兩條 我再怎麼樣 都不會丟三拉絲 這個是我錄影 然後收工的時候 我突然把電話拿起來 就看到十幾通未接來電 然後我老婆打來的 我馬上回播給她說什麼事 我想說打這麼多通 是很急的事情嗎 發生什麼狀況了嗎 我打過去 然後我老婆就一派輕鬆 沒有啦 我跟你講 就我今天不是跟朋友約在林口 就是去朋友家裡 然後大家都帶小孩去那邊 一起就是去玩 然後我就想說 大家都在玩 就不要煮飯了 我們就一起叫UberEats 外送 然後我訂了好多 披薩跟炸雞 可是我地址忘了改 然後呢 他打給我那個時候 他說那個外送員 已經快要到我家了 我叫惡作劇 對 我就車子趕快開著 去我們家樓下 因為他有請他先等我 我就趕快 那時候又是下班時間 晚餐時間 我就塞車回去 然後趕快跟他講 不好意思... 就是拿東西 然後呢一樣就是開著車 把四五三四片披薩 然後兩桶炸雞 全部送到林口去 你變成那個UberEats外送 對 好棒喔 你也是怕有 上新聞吧 他一般就打散了 讓他自己一次 發錯的 對啊 然後就很誇張 然後他又一副很輕 就是好像沒什麼事一樣 只是送錯而已 又沒什麼 這有點像叫計程車 因為你有設定地址 對 剛剛那個應該是 反應 反應為之 應該是遲鈍 他這樣連了耶 真的假的 對啊 他就連了 恭喜喔 恭喜你 你選... 好不好 阿布 等一下 這個東西對老婆的記憶 會有幫助嗎 有幫助... 會有幫助 三秒鐘 好 來 老婆 就這個了 3 你要先講感言吧 先看是什麼 先看是什麼 再講感言 2 1 3 2 2 2 1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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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3 2 2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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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